嗨,大家好,我是农民云飞 本来今天天气特别软 心情也特别好 想着上街上去转转去 我们这边好多地方都已经解封了 但是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让我心疼了半截 今天收到一条信息 你看,我们河南 这边一个外地回来的人 回来之后传染了多少人 自己家传染了 然后坐车上跟随的人 有可能也会被传染上的 只是没法做的时候 谁也确定不了 一个人感染了 让国家费了这么大的事 要找身边和他一起同行的人 真是不应该啊 放眼全国看看好多省份都插上了小红旗 代表已经胜利了 解封了 只剩下武汉一个省份了 只剩下武汉一个省份了 颜色越重说明灾情 疫情越重 这放眼全世界的疫情又开始严重了 别想这解封了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好多地方已经解封了 还有一些隐藏的病例 可能没被发现呢 这类人特别危险 你不知道他有病 他也不知道你有病 万一接触那些陌生人 再被感染上怎么办 还是待在家里安全一点 如果想像以前一样 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走动 自由自在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要等到全世界的疫情都控制住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如果全世界的疫情 哪怕还有一个确诊病例在 这个世界就不安全 因为他一个人能传染好多人 好了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见